11月6日2020年 这个是精装快报 今天多了个小的中文版的翻译文字上面 所以说话真的要自正康圆 否则的话就不能即时直译 说一说今天的大事分析 今天的纳斯达克指数是11895点 即是没有升没跌的 升了4点就当是没有升没跌 杜瓊斯指数就跌了66点 即是等于打横行 恒生指数上一天是25712点 台湾的是12973 看到这个图上面有写的了 而在这个S&P500也是没有升没跌 跌了一点就没有升没跌 3509 大家会问为什么今天的指数 会是没有升没跌呢 原因来说 昨天我说了 纳斯达克暴升几天 你看到它的连续跳上去 纳斯达克 如果它是不健康的 在这种跳升的时候 分分钟会获利回途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话 小弟也在今天把手上的股票清仓 大家可以看一看 右边的图 就是我之前买入的股票 很少而已 苹果133股 微软就73股 微软其实早在10月2号3号初就买了 苹果也当时买了 但中间上几天的时候 就是买出又再买入 基本上这个是买入价在右手边 今天来说就是全部清仓 微软就是222 苹果就是118 赚不太多 赚大概7%多一点 维持总共来说 由10月初到现在整整一个月 你看到买升就是这样 买升是比较慢的 所以平时小弟就喜欢买跌 即是先沽 然后买日 有时都看一看 那个翻译 你发觉它是翻不了这么多 也都翻不了这么快 偶像是要按一按按键 所以如果它尽量 这个就靠电脑 电脑快慢都有影响 好 看回这个市况图 ok 在这个市况上 为什么我才卖出呢 就是 达斯达克指数已经升到接近高位 一般来说接近高位 除非是气势如虹 就可以一举升破 但大家都明白 年约升了几天 这些东西不能花无百日虹 再加上来说 选举方面的结果 还是有一层阴影 我没有什么担心 我只是担心 如果有人不满这个选举结果 而出来暴动 那你见到 在纽约那里已经钉了木板 那如果一旦有暴动的话 那会影响那个信心 而借势呢 那些人就会获利回套 是借势获利回套 不是大跌 那既然明知有这样的可能 要获利回套 所以今天就先买出了 然后再买入 那每天的精装快捕 那每天的精装快捕 就会简单讲讲市况 那我会留下个别的股票 是怎样买 怎样卖 就是比如好像 苹果或者微软 我现在卖出了 那我何时会买入呢 又或者是在什么时候 可能会沽出去呢 那我就留下真正的买卖 即是实战 就放在patreon上面 希望大家可以收看 那另外呢 亦都是方便网友 加入这个赠书的计划 下面有一条连接 是whatsapp的 那所有参加这个赠书计划的朋友 都欢迎可以点这个连接 就加入这个投资日记的赠书组 那同时你加入patreon 就加入这个赠书组 那有什么呢 买卖的讯息 我直接在whatsapp就可以发布 那更加快捷 那当然详细的youtube 也都会在patreon上发布 那而在公开的呢 就是譬如精装快捕 有时一些大位的fundamental 经济分析 那如果是牵涉到 是买卖的详细 进出的策略 都是留在会员组里面联络 希望大家欢迎加入这个5元一个月的赠书计划 那由7月开通 我没有正式开始用了 昨天我才开始研究 怎样去收那些钱 进去账户里面 暂时呢 因为我不是很积极 所以暂时应该有几十元美金 那我会统计一下 将这几十元美金 买书 然后就向大家公布 那现在比较积极些 就用一个whatsapp的会员群组 那我想希望可能会有多少少的朋友 是愿意参加这个扣书计划 这个whatsapp的群组都有一个好处 那因为它是一个互动式的群组 那都希望大家如果有问题 可以在那里提出 那当然就是纯投资买卖股票的问题 其他任何一概政治经济 任何其他问题就不用提出了 直接就说买哪个股票 买哪个股票 哪个股票好哪个股票不好 直接就是说每一只股票 那变了来说 那个组就变了是单纯很多 因为大家一讲开其他的问题 就会很复杂 所以就是在这个 投资日记的会员赠书组里 就希望大家就纯粹就讲这个股票经 那变了来说 大家互动起来会是单纯很多 多谢大家的支持 这个就是精装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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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